党内议员报丑闻 澳洲总理地位岌岌可危 澳洲议员汤姆森05年担任 澳洲健康服务联盟秘书长 但最近被踢爆曾使用联盟的信用卡调剂 还有证据指出汤姆森用这张卡 从提款机到领了超过10万元澳币 这些指控在联盟现任秘书长 杰克森走马上任后一一浮现 三年来这些调查向雪球越滚越大 汤姆森尚未回应这些指控 但有不明人士对他的指控者 做出恐怖威胁 澳洲总理吉拉德面对指控 也拿汤姆森没辙 毕竟吉拉德内阁现在可要靠 汤姆森一肩堂起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